第21题根据甲子在上面所打的点 可知当时滑车的平均速率为多少 为每秒多少公分 我们平均速率是要路程 就是路径长处理时间 那么因为这个运动呢 是它是直线运动 而且向左拉没有回头 所以呢位移的大小 就是所谓的路程路径 也就是说我们用位移来算也是可以的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甲呢 它在相同的时间走过相同的间隔 表示呢它是做一个等速度运动 因为做等速度运动 所以任何两个点所取出来的平均 跟任何一个点所算的顺时 通通都会一样大 所以我们可以随便找 比如说我们可以取0到1秒 也可以取2秒到6秒 这样算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取呢 然后它走了是0公分到10公分的时候 这一段 那么看到甲在这一段里面 它总共有21个点 那表示它有20个间隔 那么这个打点计辑器是20赫尺 所以一个间隔是1.20秒 还有20个间隔 所以它总共花了1秒钟 那么这里面它走的是从0走到10公分 所以它总共走的位移就是 10-0就是10公分 所以呢我们知道 我们的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走多少位移 它花了1秒钟走了10公分 所以它答案就是每秒10公分 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 可知当时滑车的平均速率为 每秒多少公分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每秒10公分